毛阿敏丈夫谢直坤突然离世 揭开中植系影视版图 在世界辽阔的江场上 在生命露宿的营地上 别坐默默无声 任人驱使的高杨 要在战斗中当一名英勇无畏的闯将 12月18日 61岁的闯将谢直坤因心脏病刻然离世 留下一个被称为万亿金融帝国的中植系 外界对谢直坤的直观感受 大多聚焦为神秘、低调、富豪 谢直坤还有一个身份 歌手毛阿敏的丈夫 主出品了《长津湖红海行动》 《中国机长》等多部爆款电影的柏纳影业 近些年一直在为回归A股而努力 根据旭披露 柏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柏纳影业共有30名发起人股东 阿里影业、腾讯、中信证券、工商银行、招商银行 金石投资等国内资本市场的一系列知名资本体系 皆有入股 浙江中泰在A股市场大名鼎鼎 也被外界公认为中值系资本运作的平台之一 曾因卷入康德新巨额财务造假事件 而备受市场关注 该片根据2018年5月14日 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型真实事件改编 于2019年国庆档上映 累计票房29.12亿元 位列2019年年度电影票房总榜第五名 据美京记者了解 2019年后 未再见到中值系资本在电影内容上的投资 反倒是押中的博纳影业 站稳了中国主旋律电影制作公司的第一批队 在电影行业内 博纳影业毫无疑问是有着吸睛能力的香波波 如果博纳影业冲击A股成功 背后的中值系或将再次引发资本市场关注 博纳影业冲击A股成功